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界上最宽的海底城管隧道即将实现对接 负责施工的中交易航局全体工作人员高度紧张 几年前港珠澳大桥施工时 城管安装的经历让每个人都记忆犹新 在海底隧道城管施工的过程中 定位系统的信号受限甚至丢失造成的影响极大 施工好像盲人摸响 危机重重 深中通道开一键之初 决定将我国的北斗系统引入 对城管浮云安装进行定位和测控 然而北斗定位系统指导海底隧道城管施工 在国内尚无先例 这意味着索旭红和他的团队 一脚踏进了中国建筑施工的新领域 由于北斗系统是新引入的 深中通道前两个管阶的安装 仍然以GPS为主 北斗为辅 直到深中通道第三个管阶 以三管阶的安装 我们马上要着床的那一瞬间 这陪着跟那个北斗出现了 两公分的一个差 两公分差自己城管安装的期间 已经是特别大的一个差了 GPS有着港珠澳大桥 城管对接的丰富经验 而新加入的北斗 在深中通道前两个管阶的表现 也很出色 面对数据的偏差 如何选择是一道沉甸甸的选择题 千军一发之际 所需红结合数千次实验 和几十万个数据的汇总 果断做出了选择 采用加入北斗系统后的数据 进行安装 实现了海底八万吨 城管毫米级对接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超级工程现场 世界第一特高拱坝 白鹤滩水电站 施工人员要采用一项 前所未有的独特胶筑技术 入坝 据地表数万公里之外 北斗不间断向地面基准站 寄取时空坐标 基准站则如同邮局 在收到来信后 连同自己的时空信息 发给移动端 平仓机 震倒闭 通过精巧复杂的数据处理 移动端便能解码自身位置 当工具有了方位感 便可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 自律监督 工作量是否达标 工作环境是否改变 以肉眼难以匹敌的精度 保障胶筑质量 这光滑如镜面的水泥胶筑效果 就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指挥作业下的杰作 在距离地球数万公里之外 指挥庞大的施工机械 进行精确到毫米的测量 这只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能力的一个方面 北斗发挥作用的领域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我们在网络上的每一笔支付 都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来统一基准时间 每天在公路上运行的物流 都用北斗精准确定实时位置 请走右侧两车道 即将向右前方进入家道 隧道 桥梁 水库 公路 铁路的安全 全由北斗高精度监控预警 城市交通 渔业航运 林业防灾 农业更作与收获 这些每天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 每一刻都需要北斗的指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这项了不起的中国创造 让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更多超乎想象的可能